第一步呢是先把四颗螺丝给它拧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这个螺丝给拧中 先把这接的拔出来 这个把这接的给它拔开 你按一下 然后拔开 然后把这控制机拿出来 然后把这控制机逼一下拔出来 把这接头一次保留 把这个控制机一个控制机就下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拔回去 这接头都是 一样的给它拔回去 然后我们延长线的话 这下面这电池可以 我现在往上面拉一点 这是为了节约它空间 我现在用锤敲一下给它敲下去 先把这线整理好给它放进去 先把这线整理好给它放进去 然后就给它沾进去 然后把它这个螺丝 最后呢把螺丝给拧不出去 然后再把这个螺丝有点扇紧就可以了 然后这电机线 它在控制器上面这个是连接电机的 这是箭头 然后我们电机上面这里有个箭头 这里是箭头 然后把它插到箭头里面 然后两个箭头 将都在一起 用点把它插进去 然后现在把这三个锅都打进去就好了